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介绍的植物是什么呢? 是束缚,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 最近去花市的话,我想各位 难免会看到这种东西,黑黑的一坨 那有时候偶尔会长出一根叶子 那我也就去买了一棵回来 这一棵是一百块 那时候也没什么叶子 我想说有人种这个东西 应该也蛮好玩的 我就买了回来 可是摆了一阵子 然后就是这样一坨在这边 我是有给它浇水了 然后也没有长出什么东西出来 可是这几天我有发现 有一个地方好像快要长叶子出来 我找一下,刚才有看到 这边,各位看 看得到吗?这边 我在想它可能这个地方 到时候应该会长出新叶出来 这个地方 然后它当初这个枯萎的叶子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那真正长出来会 是不是跟这一样我就不知道 那我当初买这一棵的话 是因为觉得它很大棵 而且感觉会活的样子 那事实上买回来也真的还好啦 你看这边部分 它还是绿绿绿的 表示它就是一样还是有在生长嘛 所以才会说 慢慢的有长出一棵新叶出来这样子 那这一般人的话可能就会把它 上板子 有些人是说简单上个板子 把它固定一下 然后给它浇浇水 然后它到时候就会长叶子这样出来 很漂亮这样子 那我是想说 去花式看到有什么新的东西 都会很好奇 买回来种种看 那觉得这个有机会 会长出叶子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介绍的树壶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